人的运动靠关节 机器的运动为什么离不开它 都知道洛阳牡丹 百马寺 龙门石窟 但你知道吗 洛阳还是全国五大轴承生产基地之一 我现在就在其中一家专注于精力轴承的专精特新企业 全国90%的工业机器人都需要用到在这里生产的机器人减速器 专用轴承 这些运转灵活 自如抓取的工业机器人 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 加工装配等各个领域 而机械臂想要转动就必须借助轴承来实现 斜波减速器轴承主要用在工业机器人的关节部位 起到一个旋转和支撑的作用 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到底有多细 原来轴承里不只有整齐排列的钢珠 还有这样的圆柱体呈十字交叉排列 这还能转吗 这种树供机床被称为工业母机 像航空 航天等关键的核心零部件都是在这里诞生的 对精度要求是特别高 那我们对上面应用的转台轴承的精度要求 是头发丝的三十分之一 而这种十字交叉滚子轴承 它里面是一个微型槽的结构设计 十字交叉圆柱体可以在里面很好的运转 可以承受较高的轴向载荷和镜向载荷 在河南省唯一一家轴承类智能工厂 如今工人的工作相比以前可轻松太多了 只要把轴承对应的二维码进行扫描 对应的加工工艺和程序自动上传 全程数字化 智能化加工 加工效率大幅度提升 轴承是一个国家重大技术装备的关键部件 高端轴承此前一直被国外所垄断 而我国洛阳生产的高端轴承 现在已经被应用于空间站建设 高铁出行等多个领域 实现众多细分市场的国产化替代